飞越世界 穿梭国际 社会 职场 生活 时事 哪来一记变化球 看我接招 那些老外教我的事 和你easy talk easy work 您现在收听的是 好家庭联播网 台中古典人97.7 特别bravo91.3 欢迎大家的节目 那些老外教我的事 我是欢恩 今天在节目当中 非常的开心 邀请到 我在大学社团的一位 厉害学妹 那当年我是参加 政大的一个叫做 模拟联合国会议的 这个好像感觉 有点书呆子的社团 不过这个社团的好处 就是可以认识 很多厉害的人物 那其中一个呢 就是今天我们节目上的 特别来宾 那为什么会邀请 这个学妹呢 是因为她有一个非常精彩的 速度转值的故事 然后一路就转去了 现在在荷兰工作 所以我觉得她的这个人生的经验 是非常的有趣的 所以特别邀请到了 我这个神人学妹 江佩珊 嗨大家好 我是佩珊 今天很高兴 可以来小马学姐的节目 然后我必须要说 小马学姐在我们社团是一个 传奇班的存在 然后就是有这些传奇班的学姐 我们在后背台可以就是 也可以步到学姐的 之压或是 达官的路 然后一样可以表现得非常精彩 我觉得听众朋友应该就会想说 我是不是真的是夹工祭司到一个程度 我专门去邀请一些这些什么特别来宾 根本都是要讲我一些好话 把我捧上天啊 但是我其实在我心目中 我没有跟很多的社团学妹 保持联系 但是一直都有在脸书上关注佩珊 因为觉得她的生活态度 工作态度真的都是非常的有趣的 所以在毕业之后这么多年 重新跟佩珊搭上线之后 就进步发现到 哇佩珊真的是 我觉得她根本就是一个这个 职场野外求生专家 从她进入到社会开始找工作 这整个历程当中就可以看出来哦 那佩珊你要不要分享一下 就是其实我知道你在台湾工作的过程当中 也有经历过好像是三次的转职 而且这个转职的领域都是 有很大的落差很不同的 可以分享一下这段故事吗 我先提一下好的 就是我在大学的时候是先是主修德文 然后后来在大学的时候我觉得主修语言还不够 所以我就另外再修一个国贸器 所以其实大学那时候花了五年的时间才毕业 那毕业的时候其实 我觉得那个年纪的我来讲的话 还是非常茫然 就可能别人已经对自己的税 已经有非常清楚的规划 我可能要去找苏贝干部 我在银行工作 或者在母纪特定的产业工作等等 或是已经累积非常丰富的实习经验 可是我那时候还是对职呀 非常的迷惘 所以几班波折下的话 在当时学长的介绍下我一开始是进一家灾难公司工作 然后那时候在展览公司当采购 所以角色有点像是 因为德国是一个蛮大的展览大国嘛 所以他就蛮多台湾厂商会去德国参加 各式各样不同的展览 那我那时候的角色有点像是 就是我们公司是帮台湾厂商在德国搭建的探位 所以我那时候在这家展览公司当采购的角色 主要就是花很多心力跟德国的展览搭建商沟通 那那时候想说德国然后又可以讲德文 所以其实蛮契合我在大学所学到的东西 然后又可以进入采购 然后去了解成本的控管等等 所以我觉得这是蛮契合所长 那我们就先做做看好了 那其实做了两年之后 我开始又有更多的想法 因为其实你一边工作一边接触不同的人 那你也会了解到不同工作的面貌 所以那时候就觉得 其实国外业务这个角色好像更适合我 然后在去德国监工的时候 其实也看到像是台湾自行车产业 在欧洲自行车展的话 非常的厉害 然后我觉得这个产业好碰碰发展 然后我又是每天都骑着我自己笑着上下班 就直接对这个运动 觉得这好像更适合我 因为我就很喜欢往外跑 对那我第一份工作辞职之后 我自己又去单车环导一圈 然后就更加笃定说 我要自行车业这个产业当国外业务 所以也是单转波折下的话 我找到一家自行车在做智慧行车表的公司 然后在里面当德国跟特别物市场的国外业务 或者业务的开发 其实很有趣耶 就是因为感觉第一份工作好像已经能够 不是很多人都能够把大学所学 实际上在智慧上有所发挥 可是感觉第一份工作已经是 有让你运用到就是所学到的德文这样子 那听说那个时候其实在工作过程当中 沛山也有自己培养一个工作 做一个工作日志这样子的一个习惯 那是你自己自发性的一个习惯吗 还是其实是公司要求说 你必须要每天去记录你到底都做些什么事情 那时候 因为就前期刚出社会 我觉得应该大家都会有类似的心情 就只是你会不知道说到底人生要怎么走 或是自己的质疑 到底第一份工作的话是不是要继续待着 然后我那时候去听了一个 我印象 最近印象非常深刻的讲座 它叫做Design Thinking Design Your Life 那里面讲的它就分享到一本书 那本书就是How to Design Your Life 那简而言之就是如何从设计师的角度 你自己当你自己的人生设计师 然后不断的试错 然后把你的人生慢慢的设计出来 那其中它有两个点子我很喜欢 第一个点子就是说 你可以试着去记录一下 每天发生的事情 或是你一周内做什么事情 那你做那件事情 当下你的心情怎么样 你是喜欢的 还是你会觉得马上身心排斥 那你做的时候 你有遇到什么样的挑战 所以我从第一份在战人业 当采购到第二份在自行职业 当国外业务 我其实那四年之间的话 我都有把我每天 我会到每天有时候工作派忙 你可能就一周回复 然后稍微自己想做什么自己 那从里面 从那些工作律师里面的话 你就可以慢慢爬出一个脉络 你就可以接着到说 好像某些字它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 然后或是它是正面的 然后你其实可以慢慢摸索出 你对哪些东西是有兴趣 所以我那时候就找出几个关键元素 比如说我很喜欢解决问题的成就感 我那时候在当国外业务 一方面要回复客服的信 那我觉得当下我回复客服 我帮他们解决一个技术上的问题 我觉得非常非常开心 我喜欢那种解决问题的成就感 然后第二点的话 就是我喜欢国际化的环境 因为当国外业务 你要接触到你的代理商 然后你要接触到不同国家的人 或是帮忙做marketing的人 那我其实很喜欢那种 跟不同国籍 不同文化被取人掉的那种感觉 然后再来 我喜欢科技的东西 所以我其实蛮喜欢 技术面的东西 不排斥 就是即便是非常很难 可是我还是就很容易去学 然后我也喜欢软体 所以然后我也喜欢数据分析 因为那时候在 那时候第二份工作 它的产品其实就是一个消费者导向的产品 你要依据消费者需求 然后把那个智慧型的车表设计出来 那其实使用者在用它的时候 也会有很多数据 那你可以从数据的不同面向去了解说 那到底 可以从数据不同面向去了解 你要回答的问题是什么 然后另一方面当国外业务的话 你可以接触到很多 市场销售的资料 然后你要怎么去做 你的市场销售预测等等 所以我渐渐都对数据这个东西 越来越感兴趣 我觉得其实你在做这个工作日志的这个过程 其实有点也像是在 收集关于自己的一些大数据 去可以 不仅是数字 可是是文字的去记录 去了解你的这些职场的倾向啊 心情啊 优势啊 什么的 可是你在列出了这些东西 然后发现说自己喜欢什么 感兴趣的是什么 但是好像第一份工作跟第二份工作之间是有一些的 空档的 是你是裸词 并不是好像因为整理出了这些大数据 然后就非常顺利的无缝接轨到下一份理想工作 就还蛮好奇这个中间 一个是裸词的勇气 我一直都很佩服 敢裸词的人 这个勇气是从哪来的 当时的想法是什么 然后从第一份到第二份工作之间 这个过程又是怎么样子 才让你找到了下一份 感觉是让你更开心的 就是当自行车公司的国外业务的这份工作 那从第一份到第二份之间 大概隔了五个月还六个月吧 就是蛮长的一段时间 就是在旅行上这个空档期 那我觉得第一份工作 那时候结尾已经到了一个 我觉得算是我一个身心的极限了 因为那时候蛮疲累的 所以想想说 那我就直接裸词好了 让自己好好休息一下 让自己心情比较沉淀下来之后的话 我可能对于我下一份工作 会有比较清楚的了解 所以那时候是打折先休息 然后再去想下一步要怎么走 对 然后那时候就刚刚 就是小子有提到说 我去 我提起脚车车上下班 所以我喜欢自行车这个运动 然后我又去德国参展 又去德国监工 然后看到自行车产业 觉得哇 台湾自行车实在太厉害了 然后在空档期的时候 我跑去单车环道 很恼不起耶 单车环道 所以当时你是 本来一直都有这样子的一个目标 然后筹备了很久 还是终于有了时间 就干脆把这个许愿清单上的一件事情 划掉 没错没错 我觉得就是 突然有一个 我还有一个很长的假期 我之前起到很不容易 那突然 你自己让自己 放一个超长的假期 那好吧 那就我们就去环岛看看好了 因为那时候听别人说 你有爱台山街市 你要做完一个就是塔玉山 然后有杜瑞叶台 跟单子环岛 那单子环岛我觉得最好时间 那就趁机把它做完 所以当时也是单转 得到一个挂咖啡的单车赞助计划 那你就可以填一个申请表 那申请表审核通过之后的话 你就可以跟他住一辆单车 然后去环岛两个礼拜 啊 OK 所以反正是自己来进行的 并没有就是跟别的团 或什么之类的 没有没有没有 哇 很不容易耶 所以环岛完之后 就更确定是想要 投入就是自行车这个产业 那当时是怎么 当然我对自行车不是很了解 可是你如果问我的话 我只认得杰安特而已 就你还特别挑到一个 专门是研究这个开发 自行车车表的 这个公司 当时是怎么收集到 这样子的相关资讯呢 那时候记得 因为学姐你带过模拟 你也知道就是模拟 有时候会要查一个特定议题啊 就会开始 像把他找张鱼那样 到处找资料 然后把资料全部拼头起来 所以我觉得某种程度上的话 多亏社团 然后把我资料收集的 能力训练非常好 对 所以那时候当然就像你讲到 吉安特啊 或是 或是美丽达这些 大家所能向的公司以外的话 我也是在104人力以后里面 下很多关键词 比如说国外业务 然后自行车的不同的组合 然后就有一个清单 然后再依清单上面的要求 导致比较符合我自己的能力 然后一天一天的努力去面试 这很棒的研究方法耶 我觉得应该要让更多人知道 有这样子的方式 就是就算你不是很明确讲得出来 想要去哪一间公司做什么职务 可是你至少有一些关键字的话 也可以透过这个方式来 拟出一个许愿清单这样 对 我觉得找这套过程中 一定是非常累人的 就是它可能并不是 并不是那么愉快的一件事情 可是慢慢的 你会看到一些蛛丝马迹 然后就可能 透过这个点 可以点到更多的点 然后就会找出 更多的东西出来 真的很不容易耶 然后所以就进入到了这个新公司 然后担任这个国外业务的职务 那这个过程有 觉得以学习曲线来说 会觉得很陡嘛 会觉得哇 跟我之前在参展公司 担任采购的业务内容 实在是相差太多了 有许多的东西 必须要赶快跟上 或是填补一些产业知识 什么的 有 我觉得到时候一进去 就真的很陡 真的学习曲线 陡连心情都很陡 一两个联运实在是 差个十万八千里 因为像我之前当采购 就比较像是 你不需要跟你的客户接触嘛 那你到一个国外业务 然后又是要帮台湾的产品 做外销 那当然你整个面向 完全就180度大转变 所以那时候就要完全从头开始学习 不只是产业知识 比如说你要知道这个 产品的定位是什么 然后这个产业趋势是什么 然后你要 也要帮你的厂商去国外参展 刚好这块有介绍 就是我了解 自行车站怎么定型 所以可以帮第二份工作的公司 然后去处理这一块 然后像 所以这是产业 domain knowledge 像产业知识部分 要赶快二补起来 然后地方外面就是软实力 对 因为换了产业 换了职位 你相对需要的软实力不一样 比如说可能国外业务 你必须要 知道你要怎么去 negotiate 你要怎么去 跟你的耳带相写上 然后把产品卖出去 或者是你要知道你的 要跟不同的部门 像工程师 或是产品的团队工作 一起合作 你当时这间公司的规模多大 有提供任何 比如说在职训练 这些帮助新上任的一些员工 可以快速接轨 这些相关的训练课程吗 还是其实完全没有 真的都是你自己 要去摸索 要去问 那时候印象中的公司 我大概50个左右吧 那很少 对 所以不会有像 不会有像我现在这间公司 就是它有一系列的 线上课程 然后帮你训练 那主要那时候 是有比较资深的同事 或甚至老板 然后他就用 他自身的经验 对 所以就是有比较资深的同事 或甚至是老板 然后亲自下来带我们 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是 on job training 就是你马上就是进去做 那你不懂的地方就问 对 因为我感觉可能 很多人 尤其是如果是 他们是在中小企业 做事的话 因为可能公司规模不是很大 那没有一些 很有组织的训练课程啊 或是可能连自己的主管 搞不好也不太知道说 怎么样子带人 也不擅长去给很明确的指示说 你在这个新工作上头 你实际上应该要做什么 所以就更不要说 新到位的员工 可能也不知道说自己会缺什么 或是还应该要增加哪方面的技能 所以就很好奇说 那佩珊你怎么样子在这种 等于真的是 那个英文就说 sink or swim嘛 就是你要嘛 就是自己自学会游泳 不然你就要沉下去溺死了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怎么样子去找到服务 怎么样子可以不要溺死呢 谢谢我想补充一点 因为刚才听你跟我想 我想到一点 我做过的尝试 我就说 那时候我在第二家 那时候我在台北的时候 其实我有另外再参加一个 叫做Toshmaster的社团 那其实它就是英文演讲会 那我觉得像是国外业务的话 它特别需要 你用英文去跟国外的代理商 解释你的产品 然后我就觉得 哇我要去做简报 用英文做简报 这个能力好缺乏哦 尤其是有时候 你甚至要在国外的业务团内前面 跟他讲说 哦这个产品你要怎么卖啊 这产品的规格是什么 然后你遇到一些客宿问题 你要怎么处理 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 哇这份 我完全没有这方面的能力 所以我就参加了英语演讲会 那它其实就是一个 我觉得对我帮助非常大 因为可以也是遇到不同的人 那它有一系列的训练手册 然后可以教你怎么去做简报啊 然后教你怎么去 把你的重点抓出来 然后不怕 最主要是不怕在大家面前 做英文演讲 嗯嗯嗯嗯 不是就教你说 想像台下的人都什么 没有穿衣服 还是什么只穿内裤 这种方式 来让你比较不紧张吗 不是都这一套吗 对 我印象中我第一次参加的时候 哦好像被cue上台去回答一个问题 那也是非常简单的生活问题 然后完全答不出话来 但我觉得配上的故事 是告诉我们说 念大学的时候 有没有参加社团 然后有没有好好认真玩社团 其实真的是受益无穷 感觉我们都是在社团里头 学到的东西 反而在日后职场上特别受用 课场上学到的东西 什么东西都已经忘到 九霄云外去了 没错哦 最近我是完全同意耶 而且不只是社团里面学到的东西 那其实你在参加社团 或是像你出社会工作之后 参加的一些工作后的社团 我觉得你累积的人脉的话 其实对你来讲 帮助也非常大 就是你可以大开眼睛 看到各式各样不同的人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 我很佩服佩山的 很多点中的其中一点 就是下班后 相信对大部分人来讲 都会觉得已经脑力枯竭了 可是我感觉 佩山即便是下班之后 都没有停止思考 都没有停止去想说 我还可以怎样子 让我的工作可能 更能够胜任我的工作 或者是能够补偿 我觉得我缺乏的能力 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 很厉害的一个 老实说是因为那都快逆死了 所以当初是这个服务 快逆死了 赶快让自己成长起来 真的是求生意志很旺盛啊 没错 你讲Toastmaster 我才想起来 是不是也曾经看到 佩山在脸书上分享 好像后来还参加到 别人有邀请你去当评审吗 有这样一回事吗 因为那时候台北的英语演讲 或者就是说Smash的 我其实参加了快五年 那后期的话 其实你有些 你经营业上来之后 你也比较敢做演讲 然后甚至你还有参加 英语演讲比赛的经验 所以我最后有去 受邀到不同的社团 然后帮他们 当比赛的评审 然后给这样子一些回馈 我感觉那应该 我会觉得比上台讲话 压力更大 没错 那又是另外一个新境界的挑战 对 就大家很害怕 可是觉得你去尝试之后的话 你会觉得 其实好像事情没有你想要做那么可怕 而且你给别人一些回馈 就是feedback 这个东西的话 其实目前在职场上也蛮收用的 所以其实在担任评审的过程 听啥也是一个 对你来说是一个 另外一种软实力的 学习的机会 练习的机会 怎么如何给回馈这件事情 其实真的很不容易 对 有点像是你在野外的时候 你终于学会钻木取火的 然后你就开始教别人说 这个木头你要怎么钻 大家可以取出很大的火 我感觉配上无止境的 都是在野外不停地在钻木取火 真的很厉害 那其实在这个自行车公司 感觉做得还蛮开心的 都有符合刚才佩山分享的 就是透过工作日志 总结下来 对于自己的认识和了解 但后来又有了一个 人生很大的一个转变的机会 是吗 后来 其实我是在2020年 来到荷兰的 那那时候为什么会 让人生急转弯 然后踏出一个这么大一步 从欧雅大陆的另一端 搬到另外一端 那其实就是 简而言之就是为爱走天涯 是最好的 最好的理由 这是最好的理由 因为我男朋友是荷兰人 所以那时候其实 远距离也大概三年多了 那我觉得已经到一个地步 必须要好好去想说 那到底下一步的话要怎么走 所以就是跟他讨论之后的话 我觉得我想给自己一个机会 然后到国外 一方面也是到国外闯一闯 因为其实大学的时候也有想过说 以后或许可以在国外 或是在不同的国家工作看看 或是甚至到国外读书 所以这个想法一直在我脑袋里面 并没有走开 所以那时候 一方面会在走天涯 一方面也想圆自己这个梦 所以才会决定在自行车 那家公司辞职 然后跟我男友搬到荷兰来定居 当时你决定要踏出这一步 而且是在疫情前期 还是疫情期间 那时候2020年 疫情刚爆发半年的时候 因为台湾的状况好像还好 对 台湾相对稳定 可是荷兰有已经进入了地关 荷兰就已经爆炸了 对啊 那当时家人的想法是怎么样的 会不会有人确定说 缓一缓啊 你再等一年啊 为什么要挑这个时候去到那里去 台湾那么安全 国外也太可怕了 你确定要这样子 就直接杀戮 杀戮疫区 对 真的是 真的是杀戮疫区耶 所以当时你的想法是 你已经事先规划好 说OK那我 搬去荷兰之后啊 我要如何去 不管是找工作啊 或是干嘛 还是说反正就是 现在都疫情大爆发 我就先去荷兰 关一关 然后也给自己争取一些时间 慢慢慢慢看 有一些什么样子的规划吗 那个时候 我那时候的心情是 因为一方面也跟蛮多学长家 我是朋友聊聊 然后觉得 如果一个人 要直接在国外找工作 相对比较 比较困难 所以我那时候是抱着一个 那我可能先升级一个 线上的 不是线上 不是线上研究所 那时候还不知道 线上研究所都会线上 后来就直接变成 线上研究所 可是当时 当时并不是线上研究所 那时候就是抱着 抱着一个想法说 那我就去念个措施嘛 那好歹我有国外的学历 我在国外找工作 比较方便 那又因为疫情爆发的关系 所以其实也趁着念书的时候 给自己更多的探索时间 去了点什么工作 比较适合我 那听佩山之前分享 就是其实你选择的 这个研究所的主修 也是跟过往 是南辕北辙 就是跟大学所学 是南辕北辙 可是确实也是 你在工作日志当中 有提到的 自己感兴趣的一个领域 那就是 出去分析 我在等你Q 我没有 对 所以我其实还蛮 因为我自己不是一个 特别喜欢数字的人 当时我自己在美国 念书的时候 我身边的同学 他们都会 都知道说 亚裔的人 如果想要在美国 留下来找工作的话 选择数据分析 这条路的发展 可能会比较有机会 比较好一些 可是我当时就直接抗拒 直接排除说 我念不来 我也不想考虑 就没有去做这一块 那对佩山来说 你是念语文 然后虽然当时 在大学的时候 是有双 好像商管的课嘛 但就是感觉 还是跟数据分析 这个领域是 隔了一层山 差很远的 跟你是完全 你没有走过的路 但你就毅然决然的 觉得说 我有兴趣 所以我就要试试看 当时没有一些的 顾忌 或者是什么考量吗 当时 当时我其实把那间学校 所有研究所 所有跟商学院 有关研究所 全部都看过一轮 然后那时候是看到 最后觉得 这个书班 那我有什么怦然心动的感觉 因为他不只强调 他不只强调数据分析 就变得非常硬的东西 他一方面也强调说 你要怎么把这个数据分析 补助决策的流程 就他们讲 Smart Service 也设立出来 所以我觉得就 这点就运用到 我之前比较熟悉的 Design Thinking的概念 或者是 在第二份工作当 在第二份工作 要了解 怎么设立出 相分或者也想要的 服务或者是产品 所以我就抱持着一种 有一种脚踏两头船 一方面可以碰 Design Thinking 然后第二份你又可以 做数据分析的心态 然后去申请这个研究所 那他也是 和他研究所 其实大部分都是一年制 然后全英文授课 所以我想说 那我大不了 我就是 如果真的 不喜欢的话 他就是花我一年的时间 那我不喜欢的话 我再换 年轻真好 所以这只是 对 就是会更鼓励我 去勇于踏出这一步 但后来你发现说 原来其实数据分析 是要写程式的 对 我进去 他学的时候才发现说 哇 怎么 竟然要写程式 要写R 我现在没学过 然后晚上打给我爸求救 哇 那怎么办 人家原水做不了近火呀 我爸那时候 因为他有自己 学一些词词语言 然后做网站设计 所以他可以 用中文讲 词词语言的概念给我听 对 所以那时候 其实有那个 爸爸跟女儿的先生演讲会 帮我做作业 对 可是那时候 其实蛮惊讶 可是有种就是 你偷袭下去 你有没有办法 你学费也付了 然后 所以我那时候就 抱持着那种 顶着钢盔往前冲的想法 我就不管怎样 一定要把它学会 所以我就也练就了一生 就是在野外求生 然后你 碰到你不少东西 就尝试看看 然后想办法把它学会 然后再 再下一步 要怎么走 而且真的是把 所有的 想得到的 没想到的资源 全派上用场 连爸爸都脱下来 当那个call out 求救专线 也是 也是很 很不容易 而且那时候 其实佩莎你还 我感觉一年制的硕班 对于学生来说 压力很大 感觉好像 一入学 就可能要准备去 找工作 投履历了 可是 然后还要兼顾学业 而且还要学这些 你从来没有学过的 怎么写程式 然后在这些 已经好多 好多头蜡烛 都在烧的情况之下 佩莎你还跑去参加了 一个什么 很厉害的 什么 竞赛 那时候 那是德国一个 新创平台办的 AI bootcamp 它有像是 围棋九州的 跟AI 出去围棋相关的训练 然后它 原来其实 那时候已经 疫情爆发 所以它就 改成全线上进行 那你可以申请 然后它可以 跟全球的 帮你跟全球的 申请者媒合 然后 配上一个 德国的新创公司 然后你的小团队 要想办法帮 用数据 分析的概念 然后想办法帮 那个新创公司 解决他们的问题 嗯 对 然后因为它就是AI嘛 那你AI 只是问到什么都不懂啊 我想说好吧 那就九州而已 我就 去试一下水 我看AI到底在干嘛 当时是 只是因为你 无意之间 得到 这个 竞赛的消息 还是你就是 对于 哦是无意 我想说 还是你对AI 就是觉得 哦很有兴趣 想要 是气象学 气象教授 转的信 然后就点进去 觉得 这种蛮有趣的 反正线上 真的不行 我先用中毒 退出就好了 反正 反正事事在说 对 那当时的团队 是怎么凑的 然后整个团队合作的过程 还算顺利吗 还是跟 可能来自不同 国家背景的同学 在沟通上头 有发生一些什么 有趣的 或者是痛苦的摩擦吗 我觉得一方面 非常进行 然后因为其实它 全球申请者好像 我印象中 两千回来多少位 我忘记了 可是反正它就有很多关 那採选到最后的话 我是跟 一个在 德国的印度人 跟在德国的德国人 还有在 像阿达的印度人 凑在一起 然后它有点像是 看一下大资亚克制的背景 所以是主办单位 帮你们凑对 对 它一看起来 你可以填你的资源 比如说 有十家新装公司 那你看 你对哪一家 新装公司的题目 比较有兴趣 那也是你之后的话 它就有点像是 你只靠点资源 放谎的概念 然后就说 哇我跟资源 凑在一起了 我要帮 美华全被 拼一张公司解决问题 那它就一方面上课嘛 它就是会有一些 线上课程你要修完 比如说你要怎么做 产品规划 你要怎么做数据分析 你要怎么把 Smart Safety 那个界面设计出来 就有一系列 各式各样的线上问题 各式各样的线上课程 然后每周都会有小作业 那你小作业做完之后 你就会积分 那积分到最后的话 它有一个比赛 那就是你要去提案说 你的Solution是什么 可是这些小作业跟比赛 都是团队进行 完全都是团队进行 那对你来说 这是好还是不好呢 我觉得就 因为你要是 你要跟网友去闯关 那种概念 然后说 网友的听众 就很做梦不定 像是12月底 那时候已经到 也到比赛前几周 然后德国同学团 就消失不见了 因为他们放 圣诞假期嘛 然后那时候 很多罪友就生不出完 就 我就觉得那时候 团队应该快解散了 哇 然后再加上 就是印度人口音很重 你又听不懂 还叫什么 然后 团队之间 会有各式各样的妹妹 刚刚你要去顾 哇不容易耶 但是都苦尽甘来了 因为最后 你们的团队 就 对 最后就 一一克服的各种 灾难 各种磨练 那时候我们团队得到 就是新川提案比赛的首奖 哇 那有印象非常深 我姐那时候 公布的时候 我们团队整个就疯掉了 然后就开始call 然后各自在各自的房间尖叫 那在那之后 你们是否有真的见到彼此 在那个IRL in real life 有没有见到你的团队 还是仍然都是网友 现在就是网友的关系 当然真的很不容易耶 所以得到首奖 有什么样子 是有奖金吗 还是有实习机会吗 还是有什么 还是只有 那首奖金是一万欧元 哦哇 对 所以我叫做大声的 我男友就冲击房间 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我说我赚了一万欧元 太了不起了 哇 真的是 那自此之后 就这样子的一个经验 让你更坚定说 OK 我这个数据分析 跟数字相关的 这样子的事情 我是做得来 其实做得开心 有兴趣的 我觉得其实 那这场是给我一个 非常明确的讯息 就是我不想当 资料科学家 我想当一个 数据分析师就好 因为我们同组有 印度的资料科学家 我就看他们在设计 Machine Learning 机器学习模型的时候 运用上非常多 比较资深的 比较健身的统计观念 或是写程式的能力 我觉得 那个不是我想要的 而且其实我对写程式 或是对设计 投机模型 并没有那么有兴趣 我比较喜欢 其实我比较喜欢 数据分析 然后做报表 在那一块 了解 其实我觉得 每一个试炼跟尝试 都是在让你更明确知道说 自己喜欢什么 自己适合什么 那对于后来 你实际上开始求职啊 在荷兰找工作 相信应该也是 非常有帮助的吧 就可以帮你缩小一些范围 是吗 对 因为我觉得 像数据分析的话 还可以分成像 资料工程师 data engineer 然后数据分析师 data analyst 跟资料科学家 data scientist 然后 经过那次的尝试 我就非常明确知道说 我不想要当 数据工程师 或是资料科学家 我就是想要走 数据分析师这条路 所以其实我在求职过程中 我就下很多观念师 然后去找这个方向 那那样子的那个过程 大概是 我觉得我们都 基本上要找工作 这就已经是一件 很不容易的事情 然后现在你又是 在一个不熟悉的国家 然后要来找工作 那有遇到一些 什么样子的状况 或者是你有 另外野外求生 出来什么样子的方式 可以走过这个 对所有人来讲 都是很辛苦的 一个过程吗 我有一个 堂式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们那时候 就我同时间也有 医院计院下 我朋友跟我交说 培萨你要不要试试看 台湾资料科学社群 他们举办的 majormenti的program 我觉得这好有趣哦 然后我就去申请看看 那因为当然我 我就是 DM有那么丰富 所以我就已经当 menti 然后接受menti的辅导 所以那时候只是就跟 欧洲的一些台湾人 扣在一起了 我到时印象中 那时候有 是在荷兰 然后在英国 跟在德国 然后也是以后 也是对 教科学数据分析有兴趣 然后以后 受办毕业后 会在自己各个国家 找工作的伙伴们 然后我们后期 有一个Sequel的 线上读书会 很夸张 我觉得这超夸张的 就是请跟 不知道什么是Sequel的 听众朋友解释一下 Sequel到底是干嘛 是哪来干嘛 Sequel也是一种程式语言 那你就是 用Sequel语法 你可以到不同的数据里面 把数据给抓出来 然后给你出 你想要的样子 对 那其实它是非常实用 然后几乎 就是我们后来 温宜圈发现 日在职场 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 那大家都对Sequel不熟嘛 然后我们想说 好吧 那我们就来一个 北周的读书会 然后去申请一个题库 然后每周的你一题 然后来互相交流 看大家怎么解 真的是佩服的五体投递 就是一个是找到这样子的资源 然后能够帮佩山跟这么多 跟你一样 就是有上进心 又好学的 差不多同样的年龄 同样的就是阶段的人 可以凑在一起 然后再来是大家竟然都有志 一统的要来来做这个事情 每个礼拜一起来上线 一起来自学Sequel 一起来解题 我真的觉得太了不起了 我们的群组明天就叫Sequel刷题咯 而且我超爱 因为一方面就是大家可以互相取暖 就是欧洲冬天非常冷 然后又被做翻导 就非常烦恼 然后又要导工作 所以我们都说我们的主书会就是各自的补写大会 嗯 真的 跟大家聊一聊 觉得我可以互相帮忙面试啊 互相帮忙改旅递啊等等 然后大家各自 大家其实到最后都找到自己理想的工作 我觉得超棒的 真的很不容易耶 所以有了这个AI大赛首奖的加持 然后又有了Sequel这个取暖补写团的这个帮忙 让你开始也多了实际上的一个hard skill 一个会写程式的技能 这样有因此让你找工作的过程一帆风顺吗 当然没有 我觉得这些都是让你的经验跟加分 然后也会让你更有自信 因为你会知道 你握在手里的嘛 会对于你要打的怪会比较 有信心可以击倒他 嗯 对那一方面 好像是那AI经验的话 它其实就是 也是算是一种线上的实习 因为我们是跟新创公司一起合作 那所以它就算是我的实习经验 在海外的实习经验 然后像Sequel主书会啊 那也是可以像 在面试过之后 你可以展现你自己非常乐意学习 然后你真的有播出一点东西来的那种决心 嗯 所以我觉得理念中 加起来的话都是 呃 战役履历表现都算蛮不错的 呃 加分的选项 对 就是 要把握机会 积极的装备自己 可是有的时候 该走的崎岖路 可能还是得要走 但至少 你有一些 呃 信心 然后有一些累积的实力 可以替自己这个 喊话 知道说 我是 我是可以的 我挺得过来的 对 我觉得这都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 功课哦 啊 非常谢谢佩珊 愿意上节目来跟大家分享 她非常 我觉得真的是 呃 非常激励人心 然后也非常 呃 有上进心的一段 这个人生历程哦 也祝福佩珊在 荷兰 可以继续 斩妖除魔 在职场上 见一个怪 打一个怪 这样可以继续 长保这个 不断学习的 这样子的一个精神 那就谢谢佩珊来上节目 也谢谢听众朋友 收听 谢谢佩珊的分享 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 那些老外教我的事 我是华恩 我们下礼拜 同一时间 空中再聊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